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 如今我国国内的各类的技术也是越来越好 并且中国还在一直努力 引着勇猛之前自强勿悉的精神 想及深进发达国家的行业 辈子我国一直在科技上努力 毕竟一个国家想要发达 仅仅是经济上的发达还不够 更为重要的还是科技 在过去我国无人机行业并不发达 所以我国一直努力发展国产无人机 就在最近终于来了 中国的永动机论是 一旦入天永不下坠 让一些发达国家都直言 着齿并态 事实上这就是我国研发成功的一个太阳能无人机 它的名字叫做启灵仙 这是一种通过吸收太阳能转化为自身的动能 实行天空飞行的无人机 因为这一款无人机 不需要消耗额外的能量 所以它在天空中的作用可谓是十分的大 也能克服很多的险阻 这样一些发达国家都十分的羡慕 其中日本就曾希望我国 可以将这项技术当给他们 这次咱会怎么看 我们要卖吗 欢迎点赞订阅分享